有關自費疫苗的部分 我們有針對兩個優先的主群 就是在1981年韓之後的成人 尤其是在北北桃的醫學中心的這個急診的醫護人員 還有第二個是潮原機場的機組人員 那現在這個都是我們的一個優先施打的對象 除了原本的疫苗政策 我們一起來配合國家的政策以外 在這個時間點我們盡量做好自我保護的原則 為什麼疾管署把一個優先順序放在醫療人員 我今天是醫療人員我這樣講 當然各位會覺得不是很舒服 但醫療人員是被要求你為了保護你所照顧的民眾 那這些民眾是弱的這些民眾是美麗弱的 他們甚至打了疫苗可能不見得會產生抗體 或者剛所提到的本來有抗體可能因為現在生病變得不好 所以醫護人員被要求比較高的標準 所以國家特別在這個時候把有限的疫苗保留給 因為工作它是為了照顧別人 所以他們必須去接受疫苗施打 很討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